我们首先感谢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在安息圣日能够 有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在 中午刚好有一些长辈会留在教会用餐 我们按照政府的规定是有距离的用餐 那在用餐当中 大家也谈到实体聚会 从五月到现在已经好久没有实体聚会了 所以最近因为难得能够回复到二级 有开放的一点 让我们也能够开始做信徒的一个 按照规定的一个访问 因为毕竟室内多少人 室外都还是有限制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终于能够实体聚会 我们恢复了在会堂里面不能超过50个人 所以我们一样是用梅花的做 一排顶多做一个 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落实 这个配合国家的一个 这个指挥中心的一个需求 我们能够过得安心的生活 那也求结束与我们同在 那在下午我们依然要来谈基督徒的情绪管理 其实管理自己 是最难的 我们常常别人 常常觉得说 你的情绪要管理 其实叫别人管理自己看似容易 其实管理自己才是最难的工作 如果我们能够去 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 我们跟人的相处 其实是会很愉快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圣经 在四诗记的十二章 四诗记的十二章一到四节 在这边圣经告诉了我们有一个故事 那我们从当中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四诗记的十二章一到四节 一到四节 我们从旧约圣经的315页 我们来念一下四诗记的十二章一到四节 一起来读一下一到四节 一备开始 以法连人聚集到了北方 对耶夫他说 你去与雅门人征战 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 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与雅门人大大征战 我招你们来 你们竟没有来救我 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雅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 你们如今为什么上我这里来 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招聚激烈人 与以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以法连人 是因他们说 你们激烈人在以法连马拿西中间 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 阿们 在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在以法连人聚集到北方 然后开始对当时的一个民族的逝世 一个军事领袖的带领者 耶夫他跟他说 那这是一种争辩 也是一种争论 那其印尼这个以法连人 这个愿读这个 耶夫他说 你去以这个亚曼人征战 国家有难你去征战 那当然是没话讲 但是你去打仗怎么没有找我们去 然后就用恐吓的话语说 我们必用火烧你 焊你的房屋 那这个耶夫他听了 心里觉得弃有此理 我们遇到打仗的事情 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危难 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活 那在国家在生存之际 我曾经邀你们来 跟我们去对抗仇敌 对抗我们的敌人 结果我去招你们 你们都没有回应 也没有来帮我救我们脱离 这个仇敌的手 那我看见你们来都不来 那我只好拼命 带他们前去打仗 攻击这个亚门人 那耶和 跟我同在 将他们交在我手中 那你们今次 到底为什么来攻打我 找你们你们不帮忙 现在我们得胜 反正你说是我们亏负你 所以这个耶夫他也不示弱 他也不服辱 他也不认为这是我们的错 我们没有必要跟你道歉 我们也没有必要安抚你 然后就硬碰硬 所以这边说耶夫他招聚激烈人 要打来打 那这个是内战 这个是国家内战 因为以法连跟这个耶夫他们都是属于神国的子民 而且是打仗应该是要枪口向外 那打的肾脏应该是什么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人家不如意的时候你去安护他 人家快乐的时候 你要同享跟他一起有的快乐 结果这个以法连人说起来是很不可爱 很不可爱 所以打仗不帮忙 然后又俗弱别人 甚至恐恶说我们要用火烧你 跟你的房子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算账 自己有错再先不认错 然后把这个错归在别人的身上 说起来有可能 以法连人只是要人家尊重 以法连只是要分享人家 总的胜利的一种荣耀 那其实可能以法连的要求 不是真的要烧他的房子 也不过借着这样 这个抒发一下心理的一种 一种那种心境 不愉快的心境 那希望可能 如果是要打仗一开始 两边就不必讲那么多废话了 不是吗 看你不顺眼 我就带军队来打你了 这可见一开始 他们并没有要寻求战争 只是要出一出闷气 出一出怨气 出一出自己的这种情绪 所以可见我们人 在不如一的时候 我们都想有一个疏解的管道 所以我们有时候家庭生活 教会的生活 人跟人的人际关系 不可能你的同事 每天都是晴天 毕竟每个人在家有家 家家有难念的经 当然我们还有圣经 我们是家家都在念圣经 但是对于那些其他的人来讲 很多非基督徒 他们在情绪上的一种管理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种选择 包括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好的情绪 但是情绪一来谁也控制不了 所以有时候每个人的心情 昨天是晴天 今天就是阴天 明天就刮大风下大雨 所以在我们心境不好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借此向我们最好的方言 表达一下 你抱歉 有些可能因为太熟了 也没有跟你说 对不起你今天坐一下我的垃圾桶 我先倒给你 你就忍耐听一下 如果真正的好朋友可能讲一下 应该我们会愿意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是用一种 不是很委婉 或者是没有先告知你的环境之下 他就向你宣泄他的情绪 其实他宣泄这个情绪 不是要找你的麻烦 而是他可能没有这种更好的方法跟管道来疏解 所以他倒给你 他也不知道到底你怎么去接这个招 对不对 这种宣泄情绪的事情 好像在球场上 一个是投手 一个是补手 那问题是投手丢出来的球 要能够补手接得到 接不到就是爆头 对不对 打到人那个叫什么 畜生球 结果如果能够接到又是好球 就把对方删证 所以有时候宣泄情绪 你要看那个最像能不能接受你的情绪 第二个当你宣泄情绪 是用一种比较阴险 或者是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 要接你情绪的人 其实也很难去应对 我们不要认为说 即使他跟我最好 我跟你宣泄情绪 我不要考虑你的感受 我只要尽情的 抒发我个人的情感 有时候再怎么好的朋友 容纳我们的情绪当垃圾桶 垃圾桶也会满 所以这个朋友之间 同龄之间 同事之间 宣泄情绪 可能要先知会对方 那我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不是你 不是因为你 但是我今天心情实在不好 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意见 我又不能随便向人家发火 但是我已经忍耐三天了 大概是因为三天前 那个老板骂我 那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某某人的同事 那又是我们当中的同事 那我又不能跟老板讲说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 那讲出去可能问题又更多 老板去追究他谁 我说的 他在摸鱼 结果问题是他搞砸的不是我 那就造成同事更大的问题 那我该怎么办 可能你身边的第三者 你如果好好跟他讲 而不是莫名其妙 他就把台风刮大风下大雨闪电去电他 然后他觉得奇怪 我是你 好友你今天是怎么样 发脾气也没有跟我解释 好像我哪里得罪你 所以人跟人 如果不作为一种适当的解释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会产生很多的 所以应该事先告知 我有情绪对不起 但绝对不是因为你 但是轻易为我祷告 你最能够了解我 所以我目前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方式来面对 那我讲一下我心中的一种怨气 一种不要说苦毒 那太严重了 或者是一些很不能谅解的地方 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 那如果有些同事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在教会总有你最好的同龄 同龄吧 我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带导 有某个弟兄某个姐妹 刚好他工作跟我是很类似的 那在你的环境里面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你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就是我们从当中 我们可以去了解的 所以这个依法列人聚集 他是要透过势力去压迫耶夫他 让他能够去安抚我们 像刚刚讲的 如果一开始是要战争 那也没什么好话可说 就直接打了 所以其实兄弟的情感是存在的 那只是因为出招人跟接招的人 都没有耐心 所以有时候要先些情绪 你要找对人 找那种目前可以接受你的人 我有一些很糟糕的情绪 你现在有空可以听听看吗 给我一些意见吗 如果对方说 对不起我今天刚好情绪也不好 那你不要一股脑倒给他 你不管他的后果 你快乐就好 反正讲完了 我心里轻松就走人 拍拍屁股 让你的好友去承担这个责任 这也是一种很糟糕的做法 所以这个乙法连人聚集到北方找耶夫他 结果本来是一个情绪的表示 但是弄到最后 耶夫他并没有善意的 跟接他们的一种怨气 导致到最后硬碰硬 那这里谈到了几个问题 从这件事情上 第一个问题是乙法连人没有肢体观念 如果是一家人是肢体观念 一个人受羞辱了 那你要不要团队去面对 如果国家遇到了这个危难 那不要说其他民族遭难没有关系 土地被占了 国家被分割了 你们乙法连人 你们能够平安度日吗 你们也是一样 对不对 同一个国度里面 所以照理说乙法连人应该是要有肢体的观念 那耶夫他因为遇到这个国家的战争的危机 他觉得一个民族就是一份力量 所以他也很善意说 在遇到这种打仗的时候 他觉得我要找乙法连人 因为乙法连人也有很多的战士 是善于争战的 所以其实本来耶夫他是有认同的 但是乙法连人并没有给他支持 并没有给予帮助 连言语上可能都没有回应他 所以这个耶夫他之后摸着鼻子 乖乖的自己去打仗 第二个不只是乙法连人没有这种肢体的观念 第二个是你无理还兴师问罪 枪口不是同一个阵线同一个枪口对外 反而是在遇到这个危难解决之后 他们把枪口来向这个耶夫他兴师问罪 我们是很难理解 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无理的人 找你帮忙 等我们把事情完成了 你要邀功 或者是邀功那还好 但是你讲的话也未免太过分的 烧我的家 我跟你有什么仇 我今天那里得罪你 你们不帮助我那就算了 我也没有带兵去打你们 你们竟然说要烧我的家 烧我 那你不是要毁掉我吗 所以这种无理的兴师问罪 真的天底下有这种人吗 我不晓得 我们弟兄姐妹你看过这样的人吗 第三个呢 只要同甘不要共苦 人跟人相处就是有这种人 对不对 苦难的时候他不愿意承担 但是当你成功的时候 我也要有分 这是我的要求 所以只想分一杯跟要一个面子 要有一个下台阶 可怕的是什么 只想坐想齐成 这人跟人的相处有时候是很现实的 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可能会碰到这种没有团队观念的 然后碰到这种有事情 你要当你不当我找你算账 碰到这种 只能在成功的时候跟你分享荣耀 但是他不要在你受苦的时候同你承担 就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业父他也不能忍 你没有自体观念 你兴师问罪 对然后你要同甘不要共苦 要打就来啊 我也有军队 我才刚打赢我这个是胜利之师 要打生死 还很难讲 我可以肯定神是跟我同在的 这个就很可怕了 所以要惹人 你要奠点自己的金粮 对不对 你要惹人家 是不是要看看自己金粮多重 你碰到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军队 你没事去找他麻烦 你碰到一个成功的人 有一个很庞大的私利 然后你无关无 无言无故去惹他 弄得自己一身惨兮兮 然后你才怪说 为什么他对我这样 问题是你对人家先没有好口气 问题是你自己圈去无理找人的问题 然后当人家报复你的时候 你才说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对你有这样吗 怎么会没有 所以耶和他怒气甜胸 召集了激烈人跟他打仗 所以我们在人的这种相处上面 其实要很注重 就是第一个我们也没有同丑离开 第二个我们也没有同一艘船 你看遇到疫情的时候 不是大家都在讲说 我们是同什么疫情 对这个你们讲得很好 同岛一命 一个岛而已 你还能够跑到那里去 以色列人他们在六日战争 在这种以前的战争的生活里面 他们真的就是类似同岛一命 因为他说如果我们不团结 思维全部都是当时 我不知道现在 思维当时都是我们的敌人 那时候埃及跟他们也是敌人 不像现在埃及跟他们是有签约 两国和好的 以前打仗的时候是很惨的 叙利亚跟埃及 还有苏联的军队跟军备 进入到这些国家 然后来打以色列 那一个口号就是把他们什么 让他们从世界消失 现在有一些国家他们还立志要让 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打口号的 我们也不方便讲 因为我们也不在做政治上的一种分析 所以真的也有人仇恨一个国家 仇恨到希望你从地图上被涂抹掉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说 如果我们不是通岛移民 我们今天退了就要跳哪一个海 如果敌人我们没有 敌人来攻打 我们没有挡住 我们要跳哪里 太平洋不是 绝对不是太平洋 地中海 或者是他们有一个内湖 也不是内湖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他们一个小小块的一块陆地 他们退无十所 真的 如果你这个土地你舍不掉 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是为什么以色列今天是这么样的强盛 因为他们非常的团结 我听说以色列当兵的人 他们新兵报到 他们就带你到枯墙 有一些精英的军事单位 他们的长官会带他到枯墙 然后特别跟他们强调以色列王国的历史 那意思就是要告诉他 今天这块土地你舍不住 你就没有国家了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国家概念 我们台湾如果有这样的话 我们感谢天上的主耶稣 我们有这么强烈的一种 一种保国的一种感受 一种精神 其实他们还很值得让我们去学习 没有国就没有家了 没有家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依法连人 其实他们是没有同岛移民的观念 而且他们这样讲其实也是无礼 到最后他们兴起这场内战 但是这场内战让两边都损失惨重 当然依法连人是最惨的 整个支派因为战争一场战争 你看多少家庭是破碎的 所以要跟人家心思问罪之前 你要看看后果是什么 在你要讨一口气或者是一种公道的时候 你要想清楚你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所以在我们一个团队生活里面 不管是家庭 不管是在我们的学校 不管是教会的一种 对内的一种牧养跟经营 还是你这个公司行号等等 如果我们一个身为是教会 是一个领导者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场合里面 如果你在公共场合里面动怒 那这种负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任何情况之下 你一个领导者如果被情绪摆布 那你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办法把这个怒气转化成 正面的一种能量 那就会造成整个团队失败 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 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总决赛 法国的这个对意大利的赛事 发生了一件让全球哗然的事情 那是当时的法国的选手 那个席丹 他用头去冲撞意大利选手马特拉斯 而被举红牌离开场 这是冠军战 结果你一个席丹 是当时他们这一队里面 最出名的将帅之一 非常出名 世界的名将 结果因为两边彼此得罪 讲话原理上的这种冲突 他就剃不过 用那个他的光头去顶对方 结果红牌出去 所以到最后 这个席丹被罚了20万台币 三天的社区服务 至于出口商人激动别人来用头打他 撞他的 这个马特拉奇配划了13万台币 当然以他们的薪水来讲 大概也是没什么 但是竞赛两场 这个都是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所以你看同样在奥运比赛里面 或在某一些场合 有些是并不厌诈的 借着某些言语的刺激辱骂你 观众没有听到 但是我讲的话你听到了 让你犯下错误 然后让你带整个团队失败 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 也有可能魔鬼会激动你 在某些事情上激动你 然后让你犯错 这个犯错不只是要了你 也让你那个团队连带受亏损 不只是让你被折磨 甚至犯罪连带的影响你的家庭 有没有可能有 我们今天在人生的战场上 我们是带领我们的家庭 在属灵的战场上在打仗的 魔鬼既然是吼叫的狮子 他也会射陷阱 你以为只有猎人会射陷阱 所以我在原住民教会注目的时候 有一些信徒他们是猎人学校的教官 他们会问我们说怎么样要办个活动 后来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谈说 有些信徒他以前是野外生存的专家 在办那个猎人学校 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学生年会 除了办学生我们来办一个生命体验营 或者是办一个生存的什么营 没关系 反正大家自己想 我们就带一票国中生高中生去野外求生 当然我在里面吹冷气里面去求生就好了 所以这种过程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一种户外的学习 让我们学习去面对压力 让我们学习去面对在绝境当中的生活 其实以我们做传道人 我们会有很多 我们觉得人生的历练里面 会有很多课程可以规划给我们的青年学子 人不是只有读书而已 在生活里面还有很多你怎么去面对逆境当中 怎么去面对考验 然后你怎么样去面对挑战 所以我记得有一回是小弟 担任这个生命教育跟葡萄园的关怀传道 我大概做了四年左右吧 五年 然后那时候就去关心了将近三十间学校 然后每天就是去跑校园 去学校里面跟这些孩子上课 有些根本没有去过教会 那我们去这种地方去服务 对我们传道也是一种学习 那很好玩 我们有那个童工说去上课 师傅文童道理全部讲完 过来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在学校上课 我们有做老师一定知道 跟你在教会上课是不一样 教会信徒是很乖的 在那个学校上课 我还碰到我们在上课 他还在那边 女的在那边剪指甲 照镜姿 然后还在那边像菜市场一样 那你能够骂他们吗 给我站起来 你又不是老师 你是志工 那你要怎么解决 你要改变话题 讲他喜欢听 讲他有兴趣的 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其实对我们传道都是一种学习 那今天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 学习是什么 人到顺境才是学习吗 当然不是 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些考验是要考验你的情绪的 有些考验是在逆境上要刺激你 可能会让你动怒的 但是这个就是神对你的培训 所以我们最近在奥运 我们一直很在意说 谁会得亚军 谁会得冠军 那当然有些人被称为是天才 但是我听说 我们某些人被称为天才的背后 一天练球十一个十二个小时 天才也是这样拼命的 这没有可见一个人的成功 背后是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那今天要进天国 你是求什么牌 对不起我们不是奥运的 奥运的那个只是世上的荣耀 而且那个东西金牌 听说是有含金 但是也不是整个纯金 虽然有台币是两千多万 金牌你得到可以拿两千多万 可以领终身奉 一个月领几万 可能十几万都有 但是今天基督徒走的路是什么 用一生的时间来取得进天国的资格 我们要的荣耀是远超过金牌 但是神宽容我们 让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 有些人可以五十年 有些人可以三十年 有些人可以七十年八十年 甚至有些人可以活到一百年 来准备进天国 最后的一场 征战最后的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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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拉松最后的终点 那个终点 只要你都熬到那个终点 你今天就进天国 所以我们在谈努力进天国 其实一个人的情绪如果不管你 像早上我们讲的该隐 该隐这个人 你看神如果劝他 当时他愿意听以后他可能就不必面对地狱的刑罚 杀人没有罪吗 有罪啊 其实神怜悯他宽容他 然后放掉了他很多应该承受的罪的刑罚 但是在这个面对最后最终的审判的时候 该隐还是有他要承受的罪责 所以为什么忍一时自弃免百年忧 我觉得这特别是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 你如果忍一口气 家和万事兴 你如果忍一口气 你的工作就能够做到长长久久 做到退休 如果你忍一口气 你在这个学校你就能够安然度过 你在四年七年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的灵修不是只有在会那个信徒的相处 更可贵的是当我们踏出会堂的外面 你是怎么用你的灵修高贵的情骚 跟外面的人以基督的爱跟他们相处 而获得他们对你的称赞 获得他们对你成为基督的门徒 有基督的这种美言善行 对你们人生更大价值的一种肯定 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的冠冕 所以为主发光 其实是一种更大的荣耀 那种是一种无形的金牌刮穿 身上是以后神要给你的赏识 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雅各书一章十九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快听慢说慢慢的动怒 所以这个有一则 有一则就是说有人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当你一开始生气的时候 你要算六秒 我们试试看 如果你今天回家 你的儿子万一给你考个五十九分 而且连三年都是考五十九分 当你快要爆发的时候 你先算六秒 那如果更糟糕 他每次都只有考零分 或者是某些你对配偶的一种气氛 或者是对辟分 他们有些人说可能你要算 听说最严重的你要算到一百秒 那当然到底你要算几秒 你自己评估 那这个六秒钟为什么要六秒 当然这不是规定 这是要让你在最怒气当中 你先停缓 先设一个暂停点 然后能够快速的 至少有几秒钟的时间 你有冷静的机会 而不要碰出去 然后不管后果 那个裁缝扫过去 龙卷缝 反正大家都死 到最后龙卷缝没有了 然后就是残破断瓦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常常在 会生活在高度的压力之下 那压力高 但是我们也要常常要妥善的 控制我们的情绪 所以当你出发去上班 出发去工作 你要祷告 真的祷告有差 而且有些人 他在发怒气的时候 他心里就一直 主要借我 主要借我 主要帮助我 帮助我不要犯罪 生计不要犯罪 主要帮助我 不要因为我憋不住 我出了一句伤人的话 破坏了我跟老板之间的情感 破坏了我跟同事之间 彼此的信任 有些人就会拼命祷告 把自己压抑下来 我曾经碰到有 统领是这样 他说只要他 情绪开始 有点起伏的时候 他就拼命祷告 那很奇妙 他说祷告到最后就平静 这是一个姐妹 我听过他的见证 所以他每天 不好意思说 他做很多祷告 因为他可能个性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就是在 每次跟人家相处里面 一旦有自己知道 自己有状况 是快要失去控制的时候 他就祷告神 结果绝数就把他压下来 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一种体验 所以另外就是说 在压力当中 如果你不能妥善控制你的情绪 那你就不可能是做一个成功的人 易怒不容易出人头地 一个人如果连怒气都不能管理 可能他不能承受更大的责任 根据北卡罗奈纳州的创意领导中心的研究 他们曾经研究说 证实在企业的高层 在承受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无法控制怒气 会失去第一个升迁的机会 第二个会遭到解雇 第三个会遭到劝退 这是最主要的因素 人的脾气 当然教会的胜功也是一样 有时候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被排胜功 有时候在想说 那个人不被排胜功 其实排胜功是每个人的恩赐不同 当然教会都会看状况 但是有些人明明是很有能力 却没有被排胜功 为什么 情绪不稳 动不动就生气 然后如果这个主给他带 大家都毁掉了 他自己毁掉 别人毁掉 大家都不高兴 所以担任教会胜功 这个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种情绪的管理 跑到教会的外面 你跟人 你跟同学跟同事 也一样是重要的 所以事情的终局 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胜过 巨心驾驳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不管你准备说什么话 不管你准备做什么事 你需要以爱为出发点 而且你说的 你做的让对方是感受到 你的爱跟诚意的 我们看歌罗西书的四章六节 歌罗西书的四章六节 保罗讲一句话 是我们人跟人的相处 一个非常好的秘诀 歌罗西书的四章六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四章六节 新约圣经的286页 四章六节 我们来读一下 好短的一段经文 但是很重要 四章第六节 我们来读一下 一辈开始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 第五节是说 我们基督徒要爱惜光阴 再来就是要善用光阴做有意义的事情 跟人家交往 付出那么多宝贵的生命时间 甚至有些时候跟人家 谈这种人际关系各方面 你还要花钱 对不对 然后花钱花时间 付出很多这种生命的这种过程 那当然如果你不做一个智慧人 那你清清白白的 这随意的付出这些代价 到最后对自己的灵性也没有帮助 不然没差你去做工 第二个言语是要怎么样 这个言语就是包括跟人之间的应对 保罗说什么 要常常带着和气 那这个带着和气是什么 就好像用言调和 所以有人曾经对这个用言调和 哥罗西书四章六节 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要是不仔细注意的话 一个人口里讲的话 可能常常夹枪带棒 那我后面有一个补述 就是全身像刺猬 出门就是刺猬 不可以给我盖 然后第二个 或者是在人当中讲的话 常常是充满酸味 可以奉事还可以挖苦 骂人又可以不带一个张字 这个是第二个说明 那第三个是说 其实这些话不管是骂人 不带一个张字 充满酸味 或者是说这个讲话 夹枪带棒 常常伤人 其实这些话都不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心意 神要我们做这样的人吗 讲话出言出语吗 不是 透过保罗 这个使徒保罗 对哥林多的一个教导 只要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就是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然后呢 透过他的生活跟人的互动之间 让人感觉出他今天信耶稣的一种变化 那简单来讲就是 言语谈话当中 常常带着温和用言调和 那这个有一个圣经翻译本 他说 这个不只是话语言谈中 要时常带着温和 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本是什么 你们的话语总要带着恩惠 这句话很有趣 小弟在看这一节 这个原来和尔本这边说 言语要带着柔和 那结果另外一个译本翻译说 你们的话语总要带着恩惠 什么是恩惠 有没有叫做恩惠的 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名字叫恩惠 想讲话的举手 不想讲话的举手 那你们要靠感动吗 恩惠是什么 其实他这个解释 其实也不难 恩惠是施予他人或接受他人的情仪 与好处 那什么又是好处 第一个 对人对事物有利的因素 第二个 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 所以如果这句话把它凑起来 一句话就是我们对人讲话要让对方感到满意 我们对人讲话是对他跟对我们自己都有益处都有利 不会只是为了个人的观点让自己得益处 而是为了你跟我之间我们两个相处 我们两个做生意 我们两个道顶做会成为同事 我们都能够彼此感到满意 你满意我有这个朋友 也有我这个朋友在你身边 常常挺你 我满意有你这个朋友 在我被老板骂的臭头的时候 你总能安慰我 这就是各得好处 这叫做恩惠 那盐又是什么呢 盐虽然不起盐 但是他却能够将食物本来隐藏的美味给激发出来 我觉得这一段话讲得很好 讲一句话能够激发出一个人能够过更美的人生 透过你讲这一句话或某个字眼 能够激发出他的信心跟爱心 能够激发他立志 以后会比现在更好 所以我们在办这个额宣 第一届大概在五年前办额宣跟青宣 小弟那时候也都是开拓传道 那我们每年都会办青宣跟额宣 那这个青宣的话就是国中生高中生混班 不分年龄不分年级 只要是国中生高中生你都可以混在一起 那额宣就是四年级到六年级之后的 那这个青宣跟额宣 当我们在第一次办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国校吗 有些孩子在参加这个青宣额宣 他们是自动报名的大概有九成以上 从第一届开始 有九成五的孩子是报名不是父母亲家 勉强说你去给我参加学生领恩会 我拜托你 没有 很多孩子是报名参加青宣跟额宣 是父母不知道 他们报名我要做宣道训练 我要被栽培 我以后我要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 这个是五年前我们在罗东教会在办第一届 好像是五年前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四年前到五年前 我们借罗东的场地在办青宣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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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一年在办有很多神奇奇事 有那个祷告的时候看到天使 那个在罗东教会要孩子们要出去 去发传单到公园里面分不同的小队 然后每个小队有他自己的方法来传福音 有些借着跟这个观光客玩游戏 把耶稣介绍给他 有一些是在公园的两边 然后分一织 或者一织分两队 然后在两边唱诗 然后再把传单发给他 从这个福音的过程去学习 我记得有一次 我不晓得是哪一届 有一次当他们在会堂集合要出发的时候 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天使 然后他们看到什么 在有一回看到异象当看到他们穿着全副军装 孩子们 然后就摆队一队一队的出去 有人看到异象 每年都有你相信吗 我们参加这个营队 那营队几乎像我们有时候在一些孩子们 从来没有去正义书教会 像巴黎营队 95%没有来过正义书教会了 但是在那边办营队生活住在学校里面 很多人祷告一个一个得圣灵 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 甚至他们在祷告当中看到天使在唱歌 然后祷告当中看到有风吹来 那小朋友问我说 传道那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 看到有那个台风很强的风 我说你们要受圣灵了 就有人得圣灵 所以有看到天使在solo了 看到天使成为师班在唱诗的 好多恩典 所以其实小弟是要强调说 参加这些北区的种种的 对青年青少年的训练 有些人是立志以后要做传道 有些人是儿宣 四到六年里他参加 那时候以后我要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我要做辅导员 我要做干部 我要在教会里面服侍 他们训练完之后还开口跟我讲说 传道以后你开拓如果有需要 你跟我们讲 我们愿意去 这些孩子是什么孩子 四到六年级的 是国中跟高中的孩子 是透过宣道的训练成为精兵的 所以现在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已经开始投入做一些宣道的工作 所以话语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排了那么多节课去激励孩子 因为每次你讲的一句话 每次你谈的一个故事 每次你讲的一段圣经的一种分享 就是要激励他的心情 就是要激励他改变他人生观 侍奉的价值 这不是只有课程才需要这样做 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跟人家讲话 你是激发对方什么 一肚子的火 还是动不动讲话就是 就是完结 那今天我们做基督的我们的价值何在 你讲的话 你激发人家这边说是透过原 把原本隐藏在其中的食物的每月 给激发出来 那第二个说 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止腐败 那什么是造成败坏的因素 比如说嫉妒 恼恨 恶毒 毁谤 或者是很多污秽的话 但是这样的人碰到一个温柔的你 有可能这些就烟消云山 人家说如果要去 碰到一个温柔的人就气不起来 所以神给你人有一个最大的武器是什么 请你们告诉我 这个姐妹回答 弟兄你们可能不知道吧 这弟兄你们要回答 神给你人最重要的武器 其中有一项是什么 温柔当然还有更厉害的武器 就是加上眼泪 当然这不是哭着闹 是使得说其实男人是比较刚性的 男人最没有办法是什么 碰到温柔的女人 人跟人的相处也是一样 一个人一旦两人相处 有一个人是充满温柔 那个人就发不起脾气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 但是却是一个很现实的 那现在谈这个社会谈男女平等 你上班我也上班 你的能力强 我也不输你 我还做主管比你高阶 你是先生 我是太太 但是我在外面 我比你更有成就 然后回家呢 互不相让 这不是基督徒的精神 我们不会把外面那套带进我们的家庭 我们也不会把外面那套带进教会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就是温柔 其实当然不是只有女人 我觉得男人温柔也很重要 这弟兄认同吗 你们也不能说no 对不对 神经里面要求大家 耶稣是温柔 耶稣他是我们的天父 以男性的角度来讲 他况且是温柔的 我们今天即使是弟兄 我们也要跟女人一样 大家充满这种 盐调和的一种语气 所以这边说盐调和过的食物 会去除细菌的污染跟干扰 甚至你可以透过盐把它种成一种胭制品 那不但是能够防腐 还能够增加丰富的滋味 这讲话是一种艺术 讲话是一种终极的灵修的考试 独立听四十年 讲话今天还是讲到 让人家没好笑 讲到到最后起身都没 没错我们大家在信耶稣 信耶稣又怎么样 讲话还不是一样没改 话都没改的人 怎么可能内在会改变呢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改变要从谈话开始 所以雅各书说 如果我们讲话没有缺失 我们就是完全人 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讲话是最难控制的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 好像那个船的舵 那个船那么大舵那么小 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控制船的方向 让它跑到应该去的方向 那你怎么控制你的人生 你怎么样控制你的遭遇 你怎么控制你的结果 就是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 所以最后我讲这个故事就来告结束 以后再继续讲 时间有限 有一个做过女服务生的一个年轻 时代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第一天上班他很紧张 不过他在实习之后 他觉得这个工作也不是太难 薪水也不错 但是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 他最讨厌的是什么 他说但是我唯一讨厌的是某些顾客的态度 这些人一进大门就很挑剔 很多挑剔 然后对服务生傲慢无礼 然后呢他们不满意座位的安排 批评菜单没有他们想吃的食物 价钱又很贵 那这些顾客对什么都喜欢来批评一顿 那这些客人叫什么 两个字 你们都比我熟悉 谢谢你们 OK 然后呢 这个食物不过食物送来之后 他们又很亲切的手握手 然后高僧赞美天上的神做见证 那结果这位女士她担任服务生 她说没有用 她说我看到这些自认为是基督徒 对这些义无事出的批评 然后傲慢无礼 然后呢 前东前西 结果到最后他们吃的觉得不错了 他们才举双手 大家手牵手感谢天上的父神 这是在亵渎神 所以这边说 她说可惜一切都太迟 因为不管他们祷告多么有利 都无法弥补 他们刚才所造成 奸商刻薄的话语的杀伤力 所以她做这位女士 她这位年轻的小姐 她说当她那时候做服务生的时候 每次她端这些菜盘或怎么样 她回到厨房看那些同事 受了满肚子的气 然后不断的在抱怨说 这些身为基督徒的态度可证 所以这位女生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 所以哥罗西书四章四到五节说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么回答个人 那其实这个用言 除了增加食物的鲜味 她说言也会让人口渴 但是这个文章里面 她说叫人口渴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比喻 她说什么是用言让人口渴 就是渴望听你讲话 那个就是口渴 就是好像饥渴沐浴的人 我想听耶稣的话 耶稣的话好像言一样 调和我的身心 让我的生命有了更好的滋味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讲好话 让人见到你都很乐于听你讲人生的大道理 这个叫做可 所以说我们的话可以使人得益助得到鼓励 我们也可以谦逊流理 温柔友善 叫没有信的人喜欢和我们说话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说话可以振奋人心 可以同时叫人渴望聆听 当我们向他们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 尤其是聊到耶稣对我们的改变 他们乐于聆听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功的人生 所以希望我们讲话是要有言调和 那怎么去调和 透过我们刚刚简单的解释 我们去修炼自己的嘴巴 一个人嘴巴管不好 也不太会成功 不是说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是人跟人的人际关系都破坏掉了 家庭怎么幸福 教会怎么显出基督的爱 人跟人怎么能够 大家能够去体会到你信耶稣 真的有耶稣的爱在你身上 对 那被彩时跟人家斤斤计较 然后不如意破口大骂 然后有一天来到你家 因为你的邀请去你家 你是基督徒 是什么教会的 是12345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讽刺 我们讲话如果不修炼 要教人信耶稣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原理上 我们互相带导 因为你跟我我们都有脾气 我们有不好的时候 但是我们互相赦免 互相包容 互相接纳 互相带导 互相带导 那我们有彼此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互相鼓励 我们就会进步 我们来唱诗187首 多兴奋